昨天在個別的地點 是有學生參與一些 譬如在鐵路裡面 一些堵塞關門 或者在馬路出來阻塞交通 或者影響到市民 或者一些交通的情況 我想重申其實這些行為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不單只是危及了同學 自己本身的安全 也都是影響了其他人 更加是有機會違反了香港的法例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各個同學 是要珍惜自己 也都要愛惜他人 也都在這裡勸喻家長 是要呼籲家長 勸喻子女 切密參與一些危險和違法的活動 以免影響一生 如果學生是有一些違規的行為 我們教育會支持學校 作出嚴肅的跟進 是按照校本的機制 處以適當的懲處 同一時間也都加以 也都要提供一些適當的輔導 令到學生有一個反思的機會 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錯了 然後加以糾正 在這方面我知道昨天也都有學校 是採取即時的行動 對一些阻礙了港鐵列車運作的學生 是帶了回學校 作出了訓斧 教育 以及也是寄過處分的 協助同學能夠明辨是非 我在這裡也都希望 其他的學校也都同樣正視 和嚴肅處理有關的問題 教育局作為一些官立學校的辦學團體 我們是已經透過官立中學 向所有的家長和學生 清楚說明了我們的立場 也都作出了正說以上的呼籲 另外我們也都重申了 學校是學習的地方 不應該是用作表達政治訴求的地方 影響同學專心學習 因此在學校裡面 學生是不應該舉行或者參加一些 宣示政治立場的活動 包括了罷課 唱歌 叫口號 拉人鏈 或者其他相關的活動 或者是派發一些政治宣傳的宣傳物 而在學校所有的活動 其實都應該是得到校方的批准才可以做 另外鑑於校服代表學校 學生穿上校服參加校外的政治活動並不適宜 因此學校是會按既定的校本訓斧的機制 處理一些違規的違反校規的示意